德國柏林至尊老活塑 增強記憶力暢通血管加強老部活力 屈臣史有仇 馮希賢的專欄 標題為 我也鼓勵的士司機學阿拉伯語 港府為了開拓中東客源 鼓勵的士司機學阿拉伯語 連日被市民引為笑柄 受訪司機逆步以浪費氣 搗亂 不如叫我們學淫屍作隊之類的回應 很多人或者覺得 我語能力若有這麼高 就不用做的士司機 其實不原 杜拜有個的士司機 叫赫仙·沙耶 據說能用十國語言與客人交談 網上也可以找到他示範講外語的影片 沙耶是巴基斯坦人 母語賴普習徒語 和烏爾都語 但他聰明過人 光靠自修 就學懂了阿拉伯語 英語 俄語 他加陸語 馬拉阿拉姆語 普通話等十種語言 沙耶本來是醫科生 一直夢想是做醫生 可惜天意龍人 他在19歲時 妻子被診斷出有心臟病 為了賺錢支付醫藥費 只好絕學到杜拜打工 他慢慢發言 若能用客人的母語跟他們聊天 他們的臉會自動發光 也更尊重和理解你 到底沙耶是怎麼學習外語的呢 據據所說 主要是靠自學 方法包括觀看YouTube影片 使用Google Translate 和各種語言學習Apps 完全免費 他也會在筆記簿抄下常用句子 然後把握所有機會與客人練習 如此日跡越累 就學懂了十種語言 或者你會問 今時今日有智能手機 AI翻譯應用程式 就算不學外語 到世界各地都可暢通無阻 還有需要資資不倦學外語嗎 我認為有的 認真做文史節研究 往往也需要通曉多門外語 甚至包括死語言 就算只為消限 學外語也是非常有益的腦筋運動 2012年瑞典學者做過研究 找兩組從未學過外語的人 一組用了13個月學會流 來講阿拉伯語、俄語等語言 另一組對照組織沒有學習外語 只靠上課保持思維活躍 兩組人在研究前後都做了MRI掃描 結果顯示 對照組的腦結構維持原狀 外語組卻有以下變化 負責高級腦功能的皮層變厚了 而涉及長期記憶的海馬體積也增大了 外語學習涉及記憶新智慧 掌握語法規則和發音 不管你是什麼年紀 學外語都能刺激腦部活動 增強神經生長和連結 從而提升認知力、記憶力 甚至解難能力 香港的士司機若能健然施齊 好像沙日一樣多學幾門外語 肯定比看抖音短片有益心得多 為了開拓中東客路而學習阿拉伯語 當然可笑 但是為了你自己的心智健康 學外文實有百利而無一害 在這個大眾越來越不需要用腦 科技也不鼓勵你用腦的時代 如果你反潮流地鍛鍊腦筋 你就會變成不平凡的人 那不僅會改變你的大腦結構 甚至可能改變你的人生 本文獲作者授權 轉載自馮希乾13圍到Patreon 編者案 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 不反映本部立場